哈喽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要安装的车款很特别 这台车不只在国内卖到缺车 据说现在订车要等到明年的7月8月 应该是仅次于Suzuki的Gimini 这台车当然跟Gimini的急剧跟功能性是不一样的 所以今天这台车很特别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影片会有一个活动 那请等一下的话再注意看看我们活动的内容 今天会有活动 那这部车安装的版本比较特别 因为这个车友已经安装KT的产品已经是第三套了 之前的话Golf还有M240 那这台很特别很特别的跑车也是选择KT 可是今天选择的版本比较不一样 今天安装的版本是外跨氮气瓶突卫的版本 那突卫的版本我们好像没有在直播当中分享过吧 那所以今天会介绍的东西会比较多一点 那因为版本的不同 那在设定上呢也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台车 它原厂的避震器 可以看到很多BMW logo 所以今天的活动就是要猜猜这台车是哪一部车 但是会有误导大家 或者是我们讲的是提示 那请大家来注意看一下 因为这台车很多人都认识它了嘛 这台车比较特别 因为它原厂的避震器就有一个电子阻尼的悬吊系统 所以它有一些电控系统是很特别的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BMW logo 那这台车是BMW吗 应该不是啊 因为有Toyota的logo嘛 所以我们今天的活动内容 就是请车友第一个公开分享 第二个猜猜看这台车是什么车 那这部车其实是跟BMW的Z4代号应该是G58 有一点背到忘记 应该是G58 最新款的Z4底盘引擎全部都共用 所以我们可以在底盘系统 或者是在引擎系统里面 甚至是排气管也好 全部都是BMW logo 所以这个上座很特别 这个是一个新的G世代的一个避震器的零件 它是有四颗螺丝的 那它原厂就有主尼的电控系统 就有主尼的电控系统 然后前面的话一样是麦花城的悬吊系统 所以它是走一个短行程 那这台车的配重非常的漂亮 所以它的操控性的话也非常非常好 其实原厂的悬吊就已经设定的很不错 可是会牵这台车 大部分都还是一个非常非常热血跟禁忌的设定 所以在设定上的话 这样的原厂的避震器其实还是偏舒适 那偏舒适还是要有一个依据 我们不能说老王卖瓜 它的避震器原厂就不好 像这样的主尼悬吊系统 如果是日系车的前驱车 那还好 可是这台车是后驱车 而且它B58的引擎 原厂就340匹左右了 所以这个3000cc的涡轮做到340匹 大家对动力如果有些微了解的话就可以知道 其实像这样动力的输出已经算是比较保守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 像賓斯A-Class或者是 HONDA的Type R 这个都大概2000cc 现在的涡轮跟缸内直噴的技术已经成熟很多 所以2000cc大部分都有办法压榨到300匹 大概就有办法到400匹左右 如果大概做到二届的话 有办法接近大概450匹到500匹左右 所以它的动力的潜力非常非常大 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这部车就是受到国际非常欢迎 那Z4的话跟这台SUPER 其实价差以台湾来说 就价差100多万 所以这部车的它整体的CP值算是非常非常好 所以当然就卖到缺车了 好 这是后方的阻尼 可以看到它其实没有做得很硬 所以它有两段的阻尼可以做选择 以原厂来说 这个是电控系统的一个插头 这是后方的悬标系统 那后方的弹簧 它的设定跟前一个世代 F30的话算是大同小异 像弹簧的下进的话是一样的 那上方的结构 F30 D-Class 它的这里的结构系统 算是比较 比较算是一个板件 所以重量比较重一点 那连这个啊 连这个世代连这个地方 都有一个轻量化的一个设计 所以这个都已经变成塑缸材质 这是后方的弹簧 所以后方的上橡皮是KT 就会做一个Hilo Key 下方的橡皮的话是要沿用原厂的 所以这是后方的部分 那上座的话 不论是强化上座也好 鱼眼上座也好 KT前面都有附上座 那今天的版本是外挂 但是你当然是要配鱼眼上座 才有办法做Camper的调整 这个是前一个世代 这是BMW的19X 190 191 192 193 它的后方上部的话 是像这样的结构系统 但是以这个世代来说 你看这个重量跟这个重量 当然是这个比较轻 这个是铁的 这个是铁的材质 所以这个重量就重很多 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G世代 所以它在上部的这个结构 也有做一个轻量化的动作 那在底盘结构 我们可以看得到 更多更多地方有做一个轻量化 譬如说引擎盖 譬如说底盘的结构系统 都是一个铝合金的系统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最特别的地方 这个真的是台湾之光 跟KT一样 来 这是后方的轮胎跟铝圈 它的前面的规格是255 后方的话是275 而且这个轮胎 这个已经是锻造铝圈了 这个是29吋的 已经非常非常轻 那它的品牌代工的话 是MK吗 是RICE吗 是BBS吗 通通都不是 这个铝圈是锻造的铝圈 所以以这部车来说的话 应该不用再换什么 特别名牌的一个铝圈 这个铝圈是锻造的 这里可以看得到台湾的LOGO 这里镜头拍得到吗 这里有一个台湾的LOGO 所以这个Supra这个铝圈 其实是台湾做的 这个是SAI SAI是哪一间大厂 是斗六的巧心 所以这个巧心的话 它有做一些交给超跑 当然交给边头也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个铝圈 其实原厂形式就很漂亮 而且这个铝圈是锻造的 所以它的配备的话是相当相当的不错 这个轮胎还是PSS的 这个经理本身自己也很喜欢这条轮胎 那比较新的世代是PS4S吧 以现在来说这个PSS的轮胎 它整体的表现相当的均衡 CP值相当的高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后方的悬吊系统好了 这边 这个角度呢 是Supra最漂亮的一个角度 就是大家公认是屁股最漂亮的 好 后方的悬吊系统 它是一个多连杆的悬吊系统 这台车其实可以看得到很多 譬如说连杆的部分也好 包含刹车的一个轮骨 这个部分的话 Hubber的话 这个也是铝合金的 这个碟盘的话这没办 这个除了做铁 不然就碳纤维的 这个的话是两片式的 双剑式的 所以能够让 黄下重量减轻的幅度相当的多 这个也是铝的 那今天要介绍的版本 刚刚有提到过 这里有多一个瓶子 那这个瓶身 就是我们所说的外挂单气瓶 那为什么要做外挂单气瓶 因为正常的版本 我们所调整的阻尼纸 是调整弯位的 那像这个阻尼 这个阻尼的话 在调整的时候 它是连回弹 还有下压都能调整 如果在筒身 筒身本身的话 它是调整回弹的力道 外挂单气瓶的部分 它是调整压缩侧 所以深侧缩侧 就变成能够独立调整 那KT在设计的时候 也没有把它的段数做得很多 一般one way的KT是做30段 可是如果我们做2 way的时候 是做30段 那30乘30就有900种的组合 所以一般来说 车主调起来会很复杂 所以我们把它的段数 阻尼段数浓缩成15段 所以上拉15段 下压15段 就比较方便车友来做一个调整 所以这个上部 这个调整是在调整下压 那这个设计也很特别 因为KT的设计是正叉 可是正叉的话 它下方很难去闪躲 它的平身的固定的位置 所以变成是正叉来做导装 所以这个调整 深侧的地方 是在下方 镜头应该拍不到吧 拍得到吗 是在这里 在这里 深侧 深侧是在这里调整 那压侧的话是在外挂氮气瓶的上方 所以这个调整的形式的话比较不一样 那这个版本是禁忌的版本 所以后方的弹簧公斤数 我们配置的是14公斤 那14公斤的话 它的长度有点不太够 所以我们有做一个辅助弹簧的补证 那这个辅助弹簧常常会在 会在影片当中也好 或者是在网路上也好 那这个辅助弹簧 是不是加装了之后 Q度会比较Q 其实不是 像这个辅助弹簧 它的最大的功能性 它算是来俯正弹簧的长度 如果这个辅助弹簧的话 它是有一个K值 它是有一个硬度在 假设 这个的小弹簧的K值是5公斤 那它其实还略有一点效用 但是像这个渐进很细 这个可能大概1公斤左右而已吧 所以当车重放下来之后 它是全部会密倒 会密合起来的 所以这个小弹簧的功能 这个小弹簧的功能 就是在辅正弹簧长度的不足而已 它没有一个特别的功用 好 这个是后方的部分 那这里有一些 有一些感应线的 还有电子阻尼的一个固定旋钮 这些的固定旋钮的话 原厂的固定是固定在下筒身的下方 但是变成 现在变成要需要做一个转接出来 才有办法做一个固定 但KD的话也都有附这些零配件 好 这个是上座的部分 所以从这里 是来调整压策的 我们往顺时针 它就变硬 往逆时针的话就变软 一共有15段 这个15段而已 跟一般的不一样 所以这个的话 是从这里来做压策的调整 这个是后方的悬吊系统 那前面的话悬吊系统 我们是做鱼眼上座 在鱼眼上座的下方 还有做一个指推轴承 来让它的转向的时候 能够更轻盈 这个是前面外挂单气瓶的形式 那像这个刹车系统 这个奔放也特别大 这应该是对向似活塞吧 这个是原厂就已经附对向似活塞 这个车最棒的地方 应该是这一颗 我觉得是这颗引擎 那B58的引擎改装潜力 真的非常非常可怕 这个的氮气瓶 氮气瓶的话 它的压设是在这里 所以它的阻尼调整 会在轮胎的后方 那上方的话是调整回弹 回弹的话等一下 我们再把镜头绕到上方再来介绍 那前面的话 其实它有一些很复杂的一个固定 比如说它有一个电子阻尼 电子阻尼的接头 还有ABS感应线的接头 都是会在这个周边 都是会在脚管的周边 所以它脚管的零配件相当的复杂 那理载串的话 它直接沿用原厂理载串就可以了 尤其是这一台车的理载串很特别 它的跟防轻感所连接的理载串的角度呢 不是像Golf一样 或者是一般车系 W203也是吧 它是一个90度角 不是它是有一个特殊的角度 所以除了这个理载串除了分左边 右边之外 它的角度也很特别 所以这一台原车的零件理载串的话 要特别注意一下 判断起来应该是跟BMW最新的3系列G20 理载串的规格应该是一样 这个是前面的一个部分 前面上座的话 因应这一台车的需求 所以它车主的要求 想要坐鱼眼上座 鱼眼上座跟强化上座有什么样的差异性 刚好今天有装鱼眼上座 所以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如果是强化上座 原厂它也有强化上座 下方一样有一个大的轴层 那原厂的橡皮 它的软硬度会比较软一点点 KT的强化上座 橡皮的软硬度会比较硬一点点 所以它的强化上座变成 它的下方的弹簧呢 可以有很多的规格可以来做替换 所以有附上座的话 对于弹簧公斤数的移动呢 是很友善的 变成你觉得7公斤太轻 那可以换8公斤 觉得10公斤太重了 可以换8公斤 所以它能够弹簧变化的 变化度呢 会比较多样 选择性会比较多样化 那鱼眼上座 它的上座下方呢 并没有橡皮 所以它路感的回馈 或者是转向的回馈感 会很犀利 那这个是第一个功能 因为它少掉了橡皮的缓冲 第二个部分就是 它的鱼眼上座呢 是可以做Camper的角度 它可以把上部 避震器的中心点 是可以做一个移动的 微幅移动 那这个微幅移动呢 变成它可以做 前轮Camper角度的改变 像这样的悬吊系统 它前轮的Camper呢 是独立式的 上座如果在做固定的 基本上它前轮的Camper 是固定的 没办法动 唯一有办法动的 就只有竖角而已 所以当改了鱼眼上座之后 它的前轮的Camper角度 就能够比较随心所欲的 调整到想要调整一个定位的角度 所以鱼眼上座是 好不好用 当然好用 但是适不适合每一个车主 那并不见得 如果车友的驾驶需求 是很热血的 那就建议可以装鱼眼上座 可是也不见得每一台车 我们都有坐鱼眼上座 譬如说 明天有可能会装一台Yaris 那Yaris的话 它是要沿用鱼眼上座 它上座的话 基本上就不太有办法 再做一个鱼眼上座的设计 这个是前面鱼眼上座 强化上座的一个比较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前面上座 有问题 我来看一下 再讲一次问题 今天的问题就是 机甲车是什么车 这一台车是什么车 但是记得车友们 帮我们公开分享 然后在问语答当中 在留言 这一台是 Toyota的什么车款 这个题目应该够简单 因为这个车 大家几乎都认识吧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前面上座的部分了 上座的话 镜头拍得到吗 有点难 它上座 其实就刚刚 这里的话就有做一个沟槽 就变成它前轮 就能够做一个CAMBER的调整 那这里一样有一个调整扭 这个调整扭 是在调整 阻尼回弹的力道 往顺时针的话 变硬 往逆时针变软 左边右边 一定要对称 但这一台只有15段 为什么只有15段的可以调整 因为这一台是突围的 这一台是外挂单气瓶 所以我们并没有做到很 端速做到30段 好 镜头再移一下 这一颗就是最 这个是挂Toyota的logo 对吧 但其实这一个 Toyota的试板之下呢 这一颗引擎是B&W B58 3.0的涡轮引擎 原厂如果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340匹啦 这个是B&W近期的名机啊 它的改装的潜力跟 VH的EA888一样 都非常非常可怕 OK 以上是今天 Toyota 答案讲出来了 Toyota Supra Supra的一个 窗突围的一个 氮气瓶的一个 安装直播分享 那我们工厂里面 也有提供不同的车款 可以来给 让大家来做试程 如果车友们有需要试程 或者是有问题 都很欢迎跟我们小编联络 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 谢谢 拜拜